中信兄弟去年締造二連霸 年輕球員的培育成果有目共睹 今年五月 雖然教練團整容大地震 不過農場養成方針不變 中信兄弟二軍 關注選手個人發展 建立系統性制度 最終目的要充實一軍板凳深度 我下來的時候 就是這邊公司有交代號 夏克這裡設置的農場 它的體系是非常完整的 菜鳥他必須要達到 達到那個打擊速 他才可以比如說上一軍 或是投手也是這樣子 它是有一個建構在上面 夏克之前也是有交代 這邊的二軍的選手 應該也是走了有一段 所以訓練上面 沒有很大的問題 教練團覺得 像投手教練還有其他教練 他都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是比較那種 要去學習 大概要做什麼這樣子 職棒四年機身馬剛 六月八號本季首度升上一軍 在那之前 他是中信兄弟二軍 本季出賽最多的球員 雖然過去就常擔任第二棒 或後段棒次 但本季打第三或第五等 中型棒次的機會大幅增加 看得出來教練團對他的期待 像是我們農場 他所排定的位置 那基本上會以三壘跟二壘手為主啦 那手背方面來講 是近期也手裡面算穩定的 一直在學習要怎麼去維持 前兩年都是可能前面還不錯 然後後面就開始是掉下來 然後今年也一直在找方法 不管是問學長或是教練 該如何去維持這些 到現在也都是一直是我的課題這樣 因為可能以前還不太懂 自己的身體狀況 有時候可能想說累了 身體比較疲勞一點 你就會想說可能 那我休息個一兩天這樣 就是一直去嘗試啊 那個之前那種方法不行 那就再換一種方式這樣 確實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如果要更好 那我必須要堅持住 年僅十九歲 來自東石高中的盧孟陽 是去年季中選秀 中信兄弟第五輪指名球員 進入職棒後 他積極向不同教練學長請益 努力雕琢變化球 加強身體素質 另外雖然年初和熱身賽 都是終極上場 但最近開始轉任先發 他比較像目前的 應該是誰 泰溫 比較安靜的投手 他對於自己的要求還滿高的 算是 這部分還是要練他的續航力 你高中是有丟先發的 就是其實次數沒有很多 可是就是以前 高中就是長中技那種類型 就是拘束也會拉得滿長的 現在丟下來 其實都還滿有心得的 我高中的時候就是 因為你要兼顧可能 因為我們是夜小 就是早上練完 一晚上要上課 那這裡就是可以比較專注在 練球 單方面練球上面 你就不會有其他過多的想法 算是最多 投球的那個 清楚的那種感覺 就是什麼時候該丟什麼 以前 在丟就是人家配什麼就丟什麼 現在就是會有一些 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跟學長討論出來 那種 丟球那種策略性 你必須去想說我要怎麼 這個球要怎麼跑 我要丟到哪個位置 讓他打不好這樣子 從2019年開始 中華職棒大聯盟 除了二軍例行賽 和二軍總冠軍賽 另外還舉辦 台灣未來之星棒球邀請賽 增加職棒和業餘的交流機會 讓對戰組合更豐富 從二軍教練團的角度來看 也可以從中觀察球員 面對新對手的反應能力 以及能否正常發揮 我們球隊有幾個年輕的選手 也藉由這個機會 就是展現自己的技術 給教練團看 甚至一軍的教練團看 我們這邊會去注意到業餘 有沒有好手 二軍訓練比賽雖然辛苦 獲得的關注也很有限 但不僅一番寒撤骨 焉得梅花撲筆箱 打好基礎等待機會 這些深嫩的臉龐 很有可能就是 未來閃亮的明星